前两件增生疏后的护理相对来说是比较系统 一个是微手术期的一些护理 那么就是手术下来的一个生命其中的监护 一个管路的一个保持的一个通畅 包括饮食的一些指导 包括一些健康教育 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一些护理的措施 那么首先手术下来的话 我们要注意病人的生命其中 比如说血压 我们还一般的需要的话 为了麻醉恢复 为了手术恢复 我们会给病人吸氧 会用一些心电的监护 包括下肢静脉这个康复的一些治疗 那么也是预防它的一些并发症 那么除了监护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护理的点就是 对这个冲洗尿管的一个观察和护理 那么一般我们手术以后留的尿管叫做三腔尿管 那么这个三腔尿管持续接的是旁旺的冲洗 那么要看这个冲洗的速度和冲洗出来的一个颜色 如果这个颜色比较红 我们冲洗的速度就要快一些 如果颜色比较淡一些 我们冲洗就慢一些 在适当的时候进食适当的食物 包括对病人活动的下床 或者是这个一些活动的指导 包括对售后出院的时候一些指导 都是我们要对病人要做的事情 那么就是一个健康教育和这个护理宣教 这样一些措施在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